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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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脸主要音化应该是一个解剖单词 就是动脸主要音化应该是全身性的 所有的血管都会长斑块 这个症状它是斑块 看斑块长到哪个地方 它会哪个地方有症状 比如说这个斑块长到腿上 这个如果下载程度足够的重 它会导致是腿上缺血的症状 比如说间隙性脖形 走路走到走到腿疼 走不动了 脚昌白歇滑也好了 这是在长到腿上 那长到脑袋里面就是这个肯定脑珠中了 长到心脏上面就是心脚疼了 心梗了 这是看长到哪 这个动脸主要音化在哪个地方发生 堵塞在哪个地方 读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出现哪个地方的症状 动脸主要音化就是和冠性病的治疗是一样 这动脸主要音化就会有两个治疗 一个治疗就是堵塞哪个地方缺血 我们的治疗都是疏通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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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